据观察者网9月18日最新报道,近日欧盟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,今年前7个月,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总额达3287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.63万亿元,增长2.6%,同期,中国还以21.9%,10.3%的占比成为是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场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也是中国首次超越美国,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。2020年是中欧建交45周年,当今中欧合作发展有着重要的机遇。据央视新闻9月14日消息,为进一步促进贸易合作,中欧正式签署了中欧地理标志协定。 报道指出,该协议谈历史八年,双方总共纳入了550个各275个地理标志产品,这也意味着,275种中国产品将受到欧盟保护,加速进入欧盟市场。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签署,与近年来双方不断稳固的贸易合作有很大的关系。 新浪财经指出,截至2019年的近40年,中欧贸易规模暴涨了250倍,此外欧盟已连续15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,中欧世间经贸合作的深化也进一步增强了在华欧企的发展信心。 中国欧盟商会引述商业信心调查2020中的数据显示,有62%的成员表示,如果中国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,他们也将有更强的意愿加大对华投资。 此外,德国企业汉高大中华区总裁荣杰也表示,中国是汉高非常重要的市场,该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已有30多年,中国市场也一直保持着发展潜力, 疫情的短期影响将不会动摇汉高在中国发展的信心,可以预见,在中欧企业合作向好之下,未来中欧的关系也将更加紧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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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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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